这周一我们开始读犹太教的这一章 有人估计犹太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有多达三分之一 我们可能会以为犹太人文化历史应该像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壮观 但是当我们去看这块土地这群人以及这段历史 我们会感到错愕 比起当时的埃及文西亚这些长大的帝国 犹太人是那一小撮在阿拉伯沙漠上流飘荡的游牧无足 当他们总算定下来了 他们所选的国土家园也同样的不起眼 点缀着石头和羊群的平静小三周 很难想象那里就是圣经上记载的残暴战争的地方 是先知接受神的感召的地方 是孕育圣经历史的地方 他的历史也是不起眼 他那数不清理弱小民族历史没有什么两样 被赶来赶去 被赶出家园 而又拼命的设法回去 犹太人的历史 从外人来看也没什么 比起阿斯利亚 巴比罗 埃及和斯利亚 犹太人的历史只能说是小菜 如果犹太人成就的关键既不是因为他们有古老的渊源 亦不是他们的土地和历史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就是 将犹太人从默默无名提升到永久宗教伟大的就是 他们追求意义的热切精神 从头到尾 犹太人对异议的追求 均是根据在他们对神的了解上 为什么人会有神这个概念呢 很明显的是因为人不可能是自己创造的 因此一定是由一个other创造者 另外人们迟早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 当人们感到特别无助的时候 就会归纳出一个万能的other 这个就是神的概念的产生 那么神对于人是否有意义呢 那取决于神是否是庸俗的 无章法的非道德的以及敌对的 犹太人不妥学于将第二的庸俗化的做法 就是将他人格化 这种做法和他们同时期的古代人的做法是一样的 对于当时的埃及人巴比伦人 叙利亚人以及地争海的小世民族 每一种不同的自然力量都是不同的神明 暴风雨是暴风雨神 太阳是太阳神 雨是雨神 犹太人和他们不同的是将其集中在单一的 至高的超越自然的一个意志上 当我们看西伯来人的圣经的时候 就会发现大自然是独一万物之主的表象 虽然圣经除了亚违之外也有提及其他的神明 但是这些诸神源出于亚违 而且他们是会死的 所以可以说这些诸神不是亚违的对手 他们是亚违的首相 那么神是有道德的吗 神对人有敌意吗 希腊人 罗马人 叙利亚人 以及多数地中海的神明的诸神 均道德败坏 喜爱报复 又反复无常 而且大体上这些诸神是不关心人类的 而犹太人的神都没有这些缺点 当希腊人的诸神 自自不倦地在追逐美女之际 亚违却是照顾寡妇与孤儿的 当埃及的神继续奉行他的冷漠作风之际 亚违召唤了伊伯罕 将他的人民从奴役中救出 亚违是正义诱人子的神 他的一切作为充满温柔怜悯 犹太人相信神 他的和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是不庸俗的 因为王位中坐着一位威夷万千的神 那是不混乱的 因为他聚焦于一个神圣的统一 那是不道德或是冷漠的相反 他的中心有个正义又有爱的神 然后我们还有继续地看创造的意义 神或许是好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好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每一个人迟早都会蒙心自问 人生值不值得 也就是说当遭逢逆境的时候 有没有理由继续地活下去 结论是没有的人就会放弃 要不就是一了白了自杀 要不就是一步一步地放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荒废生命 在生命中事情不断地出错 我们的命运做什么结论呢 最终就是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那是天注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是无助的 他们的麻烦出自于存在本身的拙劣本质 那不是他们的力量可以补救的 另一个可能性是 当事情不对了 错不在天而是在我们自己 这个观点挑战人们去仔细地观察 对他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内 找问题的原因 犹太人对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肯定 认为无论命运如何的绝望 无论出生于多么深的死亡幽谷当中 他们从没有对生命本身绝望 意义永远的离他们去领得 创意回应的机会永远存在 因为这个世界是由神塑造的 他不单独守创造出天地 而且他是善的 而他的善是永恒的 最后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对自然界 物质和实体的看法 相对于希腊和印度认为物质是不好的 与物质接触就会败坏的 是幻想的 有缺陷的 或是不重要的 犹太人拒绝抛弃物质存在的重要性 被神创造出来的自然界 是应当被细细品味的 性爱也是美好的 财富更是太好了 应该让更多人拥有更多的财富 创世纪开头篇章就有说 神创造了大地 让人类管辖大地 瞧 这是很好的 这样的注重物质的态度 让犹太教可以称为是 世界上最重视物质主义的宗教 他主张人根深蒂固的既是身体 又是灵魂 而且这样的结合并没有不好 从这个基本前提 可以有三项言孙的推论 第一 生活的物质面是重要的 因之西方强调人道主义和社会服务 第二 物质也是参与救赎过程的一份子 由耶稣复活的教义证实 第三 自然界能够是神的守在地 神的国度会来到这个世界 基督教在此加上了道成肉身的教义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 读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同学们都上线了 上个礼拜因为我们这是感恩节 所以说我们就放下一个礼拜 然后呢12月份再继续 好 那不能念说的同学可以在掐准论中我说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从第279月 是不是 对 279月 34月 我 对 好 好 Meaning and Human Existence 那我看一下 那我們就先請Dave開始念書 從這邊開始念Meaning and Human Existence 一起念到下一個 從這邊開始念Dust and Divinity Meaning in Human Existence The most crucial element in human thinking is self-directed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human self, to live a human life? Here too, the Jews looked for meaning They were intensely interested in human nature But not for the brute fact of the case They wanted truth for life They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human condition So as to avail themselves of its highest riches The Jews were actually aware or acutely aware of human limit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majesty of the heavens, people are dust Psalm 103.14 Facing the forces of nature, they can be crushed like a mouse Job 4.19 Their time upon the earth is swiftly spent Like grass that in the morning flourishes But in the evening fades and withers Psalm 96 Even this brief span is laced with pain That causes our years to end as a sigh Not once but repeatedly the Jews were forced to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What are the human beings that God should give them a second thought Psalm 8.4 Considering the freedom of Israel's thought And her refusal to repress dogs When she fell them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that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they suspected That human beings are only animals For the fate of humans and the fate of animals It is the same If one dies, so dies the other Here is a biological Here is a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As uncompromising as any 19th century ever produced The significant point, however, is that This passing thought did not prevail The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Jewish view of human nature is that Without blinking its clarity It went on to affirm its unspeakable grandeur We are a brain of dust and divinity 好,謝謝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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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存在的意義 人類最關心的議題還是針對自己 作為一個人到底是什麼意義 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在這裡 犹太人依然也找尋意義 他們對人性極端的感興趣 但是不是對烈等的那一面 他們要的是生命的真理 他們要了解 他們要了解人的情況是什麼 以便使自己達到最高的成就 犹太人非常清楚人的限制 跟諸天的威夷比起來 人是塵土 在自然界強大的力量之下 人就像飛蛾那樣輕易地被摧毀 在這世界上的時間也很短暫 就像那早上才冒出 夜晚就凋謝的小草一樣 即使在這麼短暫的生命中 還是包含痛苦 讓我們生命結束時 就如一聲叹息 不止一次 犹太人多次重複地被迫 面對這個沒有回答的問題 人是什麼 人有為什麼 人有什麼讓神關注 我們知道 以色列對於思想自由的重視 即使覺得有一些令人懷疑的思想 他依然拒絕壓制這種作風 我們就不會驚訝地發現 犹太人也曾經有的時候會懷疑 人只不過是動物罷了 因為人的命運和動物的命運是一樣的 一個死另一個也是死 這種對於人種的生物學無情解釋 和十九世紀的其他觀點是一樣的 不過有意思的是 這種偶發的想法並沒有流行 犹太人對於人性看法的明顯特徵在於 他並非無視於其脆弱 卻繼續肯定其無法言說的宏偉 我們乃是塵土和神性的混合體 好,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下一位我們請安記 安記請你從這個來念 the word unspeakable 就請問到下頁的上頁字裡 the image of God the word unspeakable to a sentence above is not hyperblog The King James Version translate the central Jewish claim concerning the human station as follows God has made him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 Song 8-5 the last word is a straight mis-translation for the original Hebrew plainly reads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God of our God the number of the Hebrew word alohia is indeterminate Why did the translator reduce diversity to angels? the answer seems obvious the answer seems obvious it was not erotation that they lacked but rather the boldness one is tempted to save nerve of the Hebrews we can respect their reserve it is one thing to write a Hollywood script in which everyone seems wonderful it is another thing to make such characters seem real the one charge that has never been labeled against the Bible is that its characters are not real people even its greatest heroes like David are presented so unvarnished so words and all that the books of Samuel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honest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ancient world yet no amount of the realism would dampen the aspiration of the Jews human beings who want occasion to justly deserve the epithet make God a warm job 25.6 are equally the beings whom God has crowned with glory and honor psalm 86 there is a rabbinic saying to the effect when a man or woman walk down the street he or she is preceded by an invisible kind of angel crying make way make way make way for the image of God 好謝謝安吉 謝謝 好上面提到的這個unspeakable 我們剛剛只是在講這個上面的這個unspeakable 他在講這個unspeakable呢 無法說出來的並不是誇張的說詞 好那接下来我們看到他這裡有啥 King James Version 他指的是聖經的翻譯的版本 那聖經他被翻譯的版本非常的多 從很遠古的時候就有各種不同語言的翻譯 好 這是那所以說這個King James Version 他是在1611年由英國國王King James the First 下面另翻譯的 那裡面包含有39卷的旧約聖經 27卷的新約聖經以及14卷的四經 那我們現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聖經 大部分就是這個King James Version 那所以這裡說King James Version 他把猶太人對於人的職責的核心主張 翻譯成這樣子 就是你把他造的比天使低一點 那這裡的最後一個字天使被翻譯錯了 因為原來的希伯來經文寫的是比神或者是諸神低一點 那Lohim是單數或是負數不知道 因為在希伯來文裡面單數負數沒有像英文那樣加一個S 就可以變別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是一個神還是多個神 好 那為什麼翻譯員要把神降格為天使呢? 答案看似很明顯 並不是他們缺乏知識 而是他們少了希伯來人的容器 或是也可以說他們沒有像希伯來人這麼的搭檔 我們可以尊重他們這樣保守的做法 要寫一部所有的人物角色都很 都很棒的好萊塢的劇本 這是一回事 但是要令這一些角色真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聖經厲害的一點就是 沒有人指責過聖經裡的人物不真實 就連聖經裡最偉大的英雄David 的那一些不好的特性 就是連倉巴都全部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 以至於Book of Samuel被稱作是古代文件中最寫實的歷史記錄 然而不論多麼寫實的記錄都無法消息猶太人的理念 人類有的時候被稱作是虛和蟲 這種貶損的稱號 的確是因得的 但是人類也同樣是神 冠之與榮耀和尊貴的存在 然後這裡有個字Rabbinic 這是Rabbi 就是R-A-B-B-I R-A-B-I 他就是猶太教的宗教導師 他相當於基督教的牧師這一樣的職位 所以他這裡講說 猶太老師有這種說法 就是當男人或是女人走在街上時 他們的前面會有看不見的天使 合唱團呼喊著 讓路讓路為神的形象讓路 好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喜歡你說 Helen 好像是不是那個聖經上有講 講好像神是用用他自己的形象來造人 是不是有這個說法 有 對 還是 還是說反過來這個 這個人把 把 就剛才您提到 就在Review的時候提到就是說 人把神 人格化 是互相的 我的意思說是 彼此的 一個觀點是不是 對 書上是這樣子寫的 就是在Review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說那個 就是人把神整個化這樣子 然後聖經裡面有講 這樣就是你剛才講的沒有錯 就是神造人 神以他的形象造人 就是我們剛才念到的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還是要講的是說 這個聖經也是人寫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 這個都是互相的這樣 不知道是 雞生蛋還是誕生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那個 那個天使 到底天使在 聖經裡面的地位 好像他說比 當然是比神要低了 所以天 天使的 為什麼會有天使這個 Level 不太清楚 是主者 還是神的 I don't know 對 我們上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就有讀到說 所以聖經裡面 也有 有出現其他的神明 但是這些神明的地位 都比 就是這個 雅為低 那是他的仆人 那 雖然說他沒有 就是在書裡面 他也沒有 畫上等號 但是呢 我感覺到說 這些天使就是這些 諸神這樣子的 就是 其實比較 比 雅為地位低的 這個神明 就是 為雅為做事的 我的感覺好像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就繼續 這首歌詞虏 是 主安 主語仔 献這裡面 in speaking of the realism of the jewish view of human nature we have thus far emphasized its recognition of physical limitations weakness susceptibility to pain life's brevity we shall not have plumped the full scope of its realism however until we add that they saw the basic human limitation as moral rather than physical human beings are not only frail they are sinners i was born guilty a sinner when my mother conceived me psalm 51 5. it is totally false to claim this verse for the defense of either the doctrine of total human depravity or the notion that sex is evil these are both imported notio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judaism the verse does however contribute something of great importance to jewish anthropology the word sing comes from a root meaning to miss the mark and these people despite their high origin manage continuously continually to do meant to be noble they are usually something less meant to be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without fear is seek to be generous they withhold from others created more than animal they often think to be nothing else yet never in this missings is the misstep required jews have never questioned human freedom The first recorded human act involved free choice in eating Eden's forbidden fruit. Adam and Eve were, it is true, seduced by the snake, but they could have resisted. The snake merely tempted them.It is clearly a story of the human lapse. Inanimate objects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y are.They do what nature and the circumstance decree. Human beings, once created, make or break themselves,forging their own destiny through their decisions.Cease to do evil, learn to do good.Isaiah 1 16-17 Only for human beings does this injunction hold.I have set before you life and death.Therefore choose life.Deuteronomy 30 19 Thank you. 在我们谈论人性写实的观点时 我们强调了犹太教对肉体限制的认知 肉体的脆弱容易感受到痛痛 以及生命的短暂 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完写实的全面观 除非我们加注说 犹太教是人性基本的限制 是出自道德的而非肉体的 人类不但脆弱而且还是罪人 我生而有罪 自母亲怀我时我就是一个罪人 如果将这句话解释为 人是完全堕落的或是性是邪恶的 那就完全会错意了 这两种想法都是外来的 完全与犹太教无关 这句话倒是的确对犹太的人类学 提供某种重要的线索 Sing这个字 Sing这个字我们解释为罪孽 但是它的自根的意思是 To miss the mark 也就是射箭时射歪了 没有郑重目标 而这就是人们持续不断做出的事 即使源出于高贵的神 人们还是不断的没有打中目标 人们本应是高贵的 却常常是自等的 本来应该是慷慨无私的 却常常紧抓着不与人分享 人们被创造的不仅仅是动物 却常常沉沦到只不过是动物而已 然而这些缺失中 错误从来都不是必然的 犹太人从不怀疑人有自由 第一件记载人类行为的记录 就是自由选择的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了禁果 就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没有错 他们的确被蛇诱惑 不过他们也可以选择拒绝 神只不过引诱他们而已 这明显是人类失足的故事 没有生命的物体 除了做他们自己之外 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被自然或是被禁欲摆布 但人类被创造之后 成就自己或是毁坏自己 都是自己的造作 透过自己的决定 铸造自己的命运 停止作恶 学习为善 只有人可以遵守这一项指令 我在你的面前设置了生与死 因此选择生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你说 这里讲得好像讲得蛮好的 跟那个 跟那个佛法里面讲的 就是说除了 除了人是从由上帝创造的 这个观点以外 就是说人的错误 或者是痛苦都是 自己 自己得来的 这一点倒是 跟那个 跟佛法好像蛮相应的 我不太清楚 其他人的感觉怎么样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我特别是觉得是说 那个 因为这个 人是罪人 这个 性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人的心中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人是罪 就是不是很了解这个意思 不过他这里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说 并不是说罪孽的意思 而是这个 Mr. Mark 就是说 其实我不知道中文到底是用什么字来翻译 这个Mr. Mark会比较好 但是 不是罪 所以 就是 对啊 如果同学 那我们就讲走歪了吧 走歪 对 走歪 所以就是 那个其实意思差很多 就是Mr. Mark跟罪孽 这个是差很多很多的意思 这都是 后来人翻译啊 什么什么 都没有把 就是原来的意思 就是 那个原来的那个精神 给 给传达的清楚 的原因 对好像 好像信是只有用在 宗教的术语里面 对不对 他没有像那个 那个 那个 legal 的 term 就是crime 他不是信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是 是有基本上 一个是道德上面 大概是 一个是法律上面的 翻译还是怎么样 对 我以为 信是与生俱来的 crime 是自己作虐来的 是不是有这样分别 在 宗教上才会说信 因为是与生俱来的 可能是不是我们宗教 佛教说 轮回上面的 前世 修得的功德 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 事情 我不了解 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也是因为说 在中文里面 罪 就是说 sin跟crime 都是用罪 这个同样一个字 这样子 所以说还要特别去区分说 因为刚才Angie 讲出来我才仔细想想说 OK 幸好安就是与生俱来 然后快 马上后来 后来才做出来的 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区别 没有错 不过那个罪 那个罪也 就是怎样讲 犹太教里面的这个罪 也不是我们 一般人 在讲的这个 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罪 这样子的 不太一样 对你的说 这里我补充一点 就是那个 就是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 我们佛教里面讲那个苦 那个巴黎文是都卡 都卡的原意 在巴黎文 就是说是那个 那个轮子的那个轴 轴轴是歪的 所以跟这里这个 Mr.Mark 倒是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 所以西方的宗教是讲原罪 他是用罪 那佛教里就是讲 有肉结苦 只要有生 只要是活着 都是苦 可以有一个蛮有趣的对比 在这里 对 对你说是 那四个字是什么 有肉结苦 是哪四个字 对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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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开 泄露的露吗 对对对 有肉 有肉跟无肉 有肉 就是达摩 达摩组织有一句 在达摩二路四行观点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有肉结苦 所以有肉就是说 我们凡夫都是有烦恼的嘛 就叫有肉 这个肉 有听懂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对 有肉 因为因为有 有漏洞的肉是不是 对 所以说 有肉就是有烦恼 就是有 就是有烦恼的意思 了解了解 然后看到这个 Mr.Mark这一句 想到这个最近读到有关这个杜卡的解释 谢谢 这个补充非常的好 我觉得真的是 就像你讲的 真的有异曲同工之一样 谢谢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从万兴心心里 再继续 再继续 finally 一直念到 这里念了 This assessment OK finally if follow from the Jewish concept of their God as a loving God that people are God's beloved children in one of the tenderest metaphors of the entire Bible Hose pictures God yearning over people as though they were toddling infants It was I who who taught Evran to walk I took them up in my arms I led them with the course of human kindness with hands of love I was to them like those who lift infants to their cheeks How can I give you up? Evran How can I hang you over O Israel My heart recoils within me My compassion grows warm and tender Hose 113448 Even in this world Evran in this world I miss as it is in the woman of the mighty powers of nature Man and woman can walk with the confidence of children in a home in which they are fully accepted What are the ingredients of the most creatively meaningful image of human existence that the mind can conceive? Remove human frailty Remove human frailty As grass as a sign As dust As moss crushed And the estimate becomes romantic Remove guen juo A little lower than God And aspiration recedes Remove sin The tendency to miss the mark And sentimentally threatens Remove freedom Choose yet this day And responsibilities goes by the board Remove Finally define parentage And the life becomes astray Cut rules And adrift On a cold In different sea With all that Has been discovered About human life In the intervene 2,500 years It is difficult To fight a fall In the assessment Thank you 最后 El太人 慈爱的神 和这个概念的引申就是 人 是神 慈爱的儿女 圣经中最温柔的典故之一 Hosea 描绘 神观照着 人们就好像 他们是学部的孩子那样 是我教 Ephraim 怎么走路的 我把他们 搂在我的怀里 我用人性慈悲的绳子 和爱的圈锁 牵引他们 我带他们 就像那些 把婴儿举到脸 夹亲吻的父母 我怎么舍得放弃你 Ephraim 我怎么能 把你交出去啊 Israel 我的心揪起来了 我的慈悲增长 变得温暖柔和 即使在这么的浩大 又充满着自然界强大威力的这个世界 人们可以像完全被家人接受的孩子那样 有信心的在其中自由来去 我们能够想象 最有创意 形容人类存在的意义的 有些什么成分呢 去除了脆弱 像嫩草 像围尘 像被摧毁的飞蛾一样 一般的 这和苗就变得浪难了 去除了宏伟 那比神低一点的 灵灭就消退了 去除了罪恶 那不达标的倾向 感伤性就来威胁了 去除了自由 你今天就要选择 责任性就没有意义了 最后 去除了那神的根源 生命就变得疏离 松脱了阑线 在那冰冷无情的海上漂泊着 在这2500年之间 发现有关人类生命的种种 很难在这样的结论中 找到瑕疵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Helen 这首诗 公共这首诗 Aferen 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呢 我没有去查 有没有同学有查到 OK 那等一下 如果有同学乔到 的话可以在讨论的时候 再给我们讲一下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主管你说 好像这里是把 神跟人的关系 变成好像近乎那个 父母 父母对子女的 的慈爱 好像这里是当然是要 就是称颂这个 这个上帝的慈悲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整段就用四个字来形容 神爱世人 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slogan 非常好 神爱世人 就像爱他的子女一样 对 好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最后的剧情 就有在网上面 就有从这里念 Meaning in history 就里面到 下一页的上面 这里 Purpose of activity 明明 in history Let us begin with a contrast according to most classic philosophers and the religions and historians and writers ultimate reality is disclosed when man either by rational contemplation or mystic ascent goes beyond the flow of events which we call history the goal is the apprehension of an order of reality unaffected by the unpredictable fortens of mankind in hedism for instance the world of sense experience is regarded as maya illusion the religious man therefore sinks released from the wheel of life in order that his individual individuality may fed up into the world soul Brahma or Greek philosophers look up the world as a natural process which like the rotation of the seasons always follows the same rational scheme the philosopher however could talk about the recurring cycles of his his story by fixing his mind of the unchanging absolute which belongs to the eternal order both of these views are vis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biblical climb that God is found with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world of change and struggle and especially that he reveals himself in events which are unequal particular and unrepeatable for the bible history is neither maya nor a crucial process of nature it it is the area of God's propulsive activity 历史的意义 让我们有一个对比来开始说明 一个历史学家写道 根据大部分的古典哲学和宗教 当人透过理性思维或是神秘的升华 超越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世界之流 终极的真实才会实现出来 目标是去理解那不可预知的人类命运所不能影响的真实秩序 比方在印度 感官经验世界被当作是maya幻觉 因此信徒寻求从生命中解脱 使得他的个体得以消融到灵魂世界 或者希腊哲学是世界为一种自然的循环过程 像四季的转换 永远是遵循着同样的定义 哲学家能翱翔于历史的重复周期之上的方法 就是把心智关注在那不变的绝对 那是属于永恒的 这两种看法与圣经的主张都是十分不同的 他说人们在变化 挣扎的世界内可以找到神 特别是在那些独一的特殊的 不会再重复的世界中 神会显示出来 对圣经来说 历史既不是maya幻觉 也不是自然间循环周期 这是训线神的目的的场所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请on 再往下面 what is at stake 一起读到这里 contextual what is at stake when you ask if there is meaning in history at stake is our whole attitude toward the social order and collective life within it if we decide that history is meaningless it follows that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life do not warrant active concern life's pivotal problems will be judged to lie elsewhere in the extent to which we can rise and tramp over them that we see totheby things totheby things the take little and feel littl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blems that societie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the hebrew estimate of history wa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is attitude of indifference to the jews history was of towering significance it was important first because they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life is lived affects that life in every way setting up its problem delinatating its opportunities conditioning its outcomes it is impossible to talk about Adam and Noah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every major biblical character apart from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n this case Eden and the flood that Eden and the flood that enveloped them in response to which these lives took form the events that the hebrew bible relates are profoundly contexture 谢谢 Ong 当我们问 历史是否有 意义的时候 影响的是什么呢 影响的是 我们对社会秩序 以及集体生活的 整体态度 如果我们判定 历史没有意义 那么生命中的 社会 政治 以及文化的 大环境 也不值得 我们主动的 去关注 我们判定 生命的关键问题 在别处 就看我们能够 超越境遇 以及赢得胜利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观点 是这样的 我们对困扰社会 文化文明的问题 就不会关注 也觉得 我们没有责任 做出什么改变 西伯来人 对历史的评估 正逃于这种 不关心的态度相反 对犹太人来说 历史有极重要的意义 首先 历史很重要的 因为犹太人 相信人们生活的 时代背景 在每一方面 都影响着 那个生命 建构出问题 勾画出机会 限制那结果 我们不可能 避开讨论 特定的情境 而光讨论 人物本身 我们无法不了解 伊甸园 而只看亚当 不看大洪水 而只看诺亚 对任何圣经上的人物 亦是如此 西伯来圣经的事件 都与其背景环境 有深厚的关系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 问题 好 现在为了您请 Vendy Vendy请我继续往下面 再一下 请这样 好 在这里 Second 一起念到这里 最下面的 His people OK 对不起 Second If contests are crucial for life so is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action as we usually call it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only way to get things changed is by working together planning organizing and then acting in concert The destiny of the Hebrew slaves in Egypt is not depicted as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individually rose above their slavery by cultivating a liberty of spirit spirit that could tolerate physical chains they needed to stand up collective collectively and a break for the desert Third History was important for the Jews because they saw it as a field of opportunity as it was ruled by God the theater of God's glory John Calvin claimed extrapolat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base nothing in history happens accidentally Yahweh's hand was at work in every event in Eden the flood the exodus the baby the baby long long exile shaping each sequence into a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his people 谢谢 Wendie 第二 如果 处境 是左右 生命的 关键 那么 集体 行动 依然是 我们通常 称之为 社会 行动 有时候 唯一 可以改变 事 事物的 方法 就是 一起来 做 一起 计划 一起 组织 然后 一起 做 在 埃及 的 希伯来 奴隶 的 命运 并没有 并没有 是被 描述 为 要靠 个人 修行 培养 一种 容忍 身体 所恋 的 精神 自由 让个人 超越 那被 奴隶 的 现实 故事 他们 必须 做的是 集体 站起来 一起 走向 沙默 第三 历史 对犹太人 重要 是因为 他们是 历史 唯一一个 充满 机会 的 场地 由于 历史 是由 神 来 统治的 John Calvin 所谓的 神的荣耀 戏愿 是根据 这个旧约的 基础 推演 出来的 历史中 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 都不是 偶然的 亚维的手 主导着 每一件事情 在伊甸园 在洪水 时期 在出埃及记 在巴比伦 流亡时 神 设计 每一个事件 均是为了给 他的人民 机会 效率 这里有没有 什么 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个 犹太教的 圣经 跟 旧约 是不是就是旧约 还是他们另外 有 圣经 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的圣经 会有 有旧约 有新约 Old Testament 跟New Testament 那 犹太教呢 他把重点 都放在旧约上面 新约 他们也是承认 就是耶稣之后的 但是那不是 他的重点 所以他们 重点人物啊 什么的 都是在旧约上 那我 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个Torah Torah这个是好像是有点像 就是 有 有一点像古兰经 这样 就是在 指示 他们这些幸福如何的 过生活的 这些细节的 这个 另外一个经 这样子 这是我了解的 是不是Torah 好像听了Helen解释 Torah是不是有点像 佛教里面的那个绿 是不是 就是生活的 规范 对 绿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再继续往上 请 好的 Hada. Finally, history was important because life's opportunities are not monotonously alike. Events, all of them important, are not equally important.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anyone, anywhere and at any time can turn to history and find awaiting an opportunity equivalent to all others in time and place. Each opportunity is unique, but some are decisive. There is a tide in the affairs of men which, taken at the flood, leads on to fortune. History must, therefore, be attended to carefully. For one opportunity's past, they are gone forever. The uniqueness of events is optimized in the Hebrew notions of God's direct intervention in history at a certain critical point and of a chosen people as recipients of God's unique challenges. Both are vividly illustrated in the Epic of Abraham. This epic is introduced by a remarkable prologue, Genesis 1-11, which describes the steady deterioration of the world from its original pristine goodness. Disobedience,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is followed by murder, cane of apple, promiscuity, beauty, the sons of God and the daughters of man, incest Lot and one of his daughters, until a flood is needed to silence out the mess. In the midst of the corruption, God is not inactive. Against his backdrop, in the last days of Samaric universal state, God calls Abraham. He is to go forth into a new land to establish a new people. The moment is decisive because Abraham answers his call. He ceases to be anonymous. He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Hebrew, the first of a chosen people. Thank you. 最後,歷史是重要的,因為生命的機會並不是全然相逢的。 雖然每一個世界都重要,其重要性還是有分別的, 並非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能在歷史中發現有相等的機會在等在那邊。 每一個機會都是獨一無二的,不過有的卻是決定性的。 在人們的事業的浪潮中,若被洪水推動者能夠導致發財。 因此人們應當用心的關注歷史,因為當機會過去了之後就永遠的消失了。 事件的獨特性體現在希伯來的兩個觀點上。 第一,神在關鍵時刻會直接介入干預歷史。 第二,接受神的特別挑戰的選民。 這兩點在Ibarham的曠世故事中生動的被敘述。 這個劇作《非凡的引言》,創世紀1至11, 介紹了世界從原初純樸的善良,如何一步一步的墮落。 不服從施性國。 緊接著就是謀殺Cain殺害了Ibarham。 男女亂交神之子與人之女。 還有亂文落敞他的女兒。 一直到需要洪水將這污秽的一切清洗乾淨。 在這腐敗之際,神並不是做事不管的。 在這個背景,蘇美人國家統一的最後一些日子。 神召喚了Ibarham。 他被指示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建立一個新的民族。 那個時刻是決定性的。 因為Ibarham回應了那召喚。 他不再是無名的了。 他成了第一個希伯來人。 選民就是chosen people的第一位。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面。 看看我的課題。 一右雷。 即使電話。 我們就先問一下什麼話。 請問一下小鈴。 一直到來。 這邊有小鈴。 一直到這裡。 OK。 the kind of meaning they found in history what enabled them to see history as embodying this meaning for india human for india human destiny lies outside history altogether there there the world that houses humanity is as we have seen the middle world good and evil pleasure and pain right and wrong are woven into it in real real relatively equal proportions as its wrap and wet and so things will remain all thought of cleaning up the world and changing its character appreciably is mistaken in principle the natural religions of israel's neighbors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by different route for them human destiny lay within history all right but in history as currently constituted not as it might become we can see why change special specific uh specifically change for the for the better did not suggest itself to natural religions religionist if one's eye in our nature preeminently one does not does not look beyond it for fulfillment as else will but neither and this is the point does not dream of improving natural or the social order that is extension for these are assumed to be ingrained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not subject to human alteration the egyptian no more ask whether the sun god ra was shining as he should shine than the modern astronomer ask whether the sun is expanding itself at a proper rate for in nature the accent is not what is not what should be uh the uh the uh the is rather than the out uh the uh the uh the is rather than the uh out 好 谢谢雅琳 好 谢谢雅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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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回來看chosen people選民的這個概念 但是目前我們必須問 是什麼給予犹太人對歷史意義的動見 我們已經讀到他們在歷史中找到的是哪一種意義 那麼是什麼讓他們意識到歷史體現這個意義呢 對印度來說 人的命運完全在歷史之外 在印度 這個囊括人性的世界是個中間世界 善與惡 樂與苦 對與錯 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 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編織這個世界的精和違憲 因此事情就是如此 不會改變 要清理世界不好的部分 要改變這個世界的性質的一切想法 在原則上就搞錯了 以色列靈人的自然宗教 透過不同的宗教意識得到相同的結論 對他們來說 人的命運的確是在歷史之內 不過是在現狀的歷史 而非未來可能的歷史 我們能夠看到為何改變定位在自然宗教信徒的心中萌芽 特別是往好的方向的改變 如果一個人只專注在自然上 他就不會另外在別處尋找乃族 而且接著來的是重點 這樣的人不會夢想去改善自然或其所延伸的社會秩序 因為這些被當作是根植在事物本性之內的 不能任人改變的 台籍人不會質疑太陽神羅是否應該那樣的照明 就像現代的天文學家沒有去問太陽是否用適當的能量在燃燒 因為在自然中重點是在What is 是怎麼樣 而非What should be 應該是怎麼樣 是實然is 而非應該ought 這個你們可能要想個兩下才看得懂 不過同學有沒有問題 可能有問題要想兩下 是不是有一點 是不是有一點 宿命 這裡是不是提到的宿命論的 的論點 是不是宿命 有有有 對 是非常沒有錯 他是在講說像印度教或是東方宗教 或是這些就是把自然 就是認為在自然裡面有神的這些信徒 他們就會覺得是說 就是宿命論嘛 就是覺得說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人的世界 就是說人生世界宇宙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人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就是自然的本質這樣子 所以說你在怎麼樣偵察 其實你沒有辦法改變它的根本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有一點宿命 好 那 是不是這也有一點延伸出來 印度的種性制度 的 對 我們現在看了一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對比 是猶太人他們是 怎麼樣子就是 跟這種想法是不同的 可能會 讓這個部分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就先 接下來 有沒有同學可以唸 但是我沒有照到 好 那我們就請 Dave 從這邊唸 就是 numb 这个面团下面这里变得更正确。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认为 India, that God would not have created people as material beings, if matter were advantageous to their destiny. Against the nature polytheists, the Jews would have argued that nature is not self-sufficient, because nature was created by God. God cannot be assimilated to it. The consequence of keeping God and nature distinct is momentous, for it means that the out cannot be assimilated to the east. God's will transcends and can differ from imminent actuality. By the double stroke of evolving human life, with the natural order, but not confining it to that order. Judaism established history as both important and subject to critique. Those who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The nature polytheisms that surrounded Judaism all buttressed the status quo. Traditions may not be all the heart desired, but what impressed the polytheism was that they could be a lot worse. For if the powers of nature reside in many gods, in Mesopotamia, their number reached into the southern. There was always the danger that these gods might fall out among themselves with resulting chaos. So religions' attention was directed towards keeping things as they were. Egyptian religion repeatedly contrasted passionate people to silent people, extolling the latter because they did not cause trouble. Small wonder that no nature of polytheism ever spawned a principled revolution. Traditionally, Indian religion likewise had a conservative caste. or if polytheism featured change, Hinduism considered substantive social change to be impossible. Thank you. Thank you. . 以色列人對歷史的看法與印度和中東多神叫不同. 這是因為他們對神有不同的觀點. 如果將這個論點拿出來辯論的話, 以色列會對印度便說, 如果物質對他們的命運來說只是偶發的, 神不会将人创造成有实体的 对崇拜自然的多神论者 犹太人会辩称自然并非自居的 因为自然是神所创造的 神不能被自然吸收同化 把神与自然保持区分的结果是重大的 因为这意味着 因然不能化为实然 神的意志超越 并且能不同于固有的现实 将人的生活与自然秩序牵在一起 却又不将之限制在那秩序之中 犹太教用这种双重手法 让人们看待历史既重要 而又得受批判 那些不领受历史教训的人 注定要重复同样的错误的 犹太教四周的那些自然多神教 全都是支持保持现状的 现实可能并非完全如人所愿 但是多神教者却也了解情况 也有可能更糟 因为赦若自然的威力存在于 许多神职中 在Mesipotemia的神明的数目有上千之多 这些神明如果彼此争吵 而造成混乱的危险永远存在 因此宗教的注意力 就是要尽可能的保持现状 埃及的宗教 因而再得以激情的民众与沉默的民众对比 并因后者不惹麻烦而加以赞扬 由此可见 自然多神教从来没有促成原则性的革命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传统上印度宗教也是同样保守的角色 因为如果说多神教惧怕变化 印度教更认为实质的社会变迁是不可能的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竹安 好 这种人在《自由的教审》 这种人也认为对于自己的经济语言 是 好 好 在《自由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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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自由的教室》 在《自由的教室》 中间所在《自由的教室》 中间所在《自由的教室》 between the out and the is. Consequently, Judaism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social protest. When things are not as they should be, change in some form is in order. The idea bore fruit. It is in the land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Jewish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e that influenced Christianality and to some extent Islam, that the chief thrusts for social betterment have occurred. The prophets set the pattern. Protected by religious sanctions, the prophets of Judah were a reforming political force, which has never been surpassed and perhaps never equaled in subsequent world history. On fire was the conviction that things were not as they should be. They created in the name of the God for whom they spoke an atmosphere of reform that put Hyde Park and the best days of Mark Ricking newspaper to Shane. 谢谢主安 对比起来,在犹太教历史处在神父里的可能性 和现实的不完美中的拉锯中, 依然和实然之间有着紧绷的张力, 结果犹太教为社会抗议奠定了基础工作, 当事情不是如他们觉得应该的那样的那样的时候, 就会需要某种形式的改变。 这样的观点产生了效果, 那追求社会进步主要发生充立的地方都是在这些被犹太历史观点影响的基督教 以及在某种神都上伊斯兰教的地区发生的。 先知门定立了模式, 在只需对神有所交代的宗教保护之下, 犹太先知们是一股改革的势力, 在世界史中从来未曾被超越过, 之后也没有与之彼尖的。 受到事情不应当如此, 这种炙热的信念推动者, 他们以神之名宣告改革的氛围。 然后这里有讲到这个Hide Park。 这个Hide Park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Hide Park是位于英国伦敦中心最大的皇家庭园。 这个公园的东北角有一个Seeker's Corner, 这是一个允许民众公开发表演说的地方, 一直延续让人民自由发言的传统。 想要发表意见的人都可以站出来对愿意听的民众演说。 那刚开始,只要不是淫秽、亵渎、 侮辱女王或者是煽动破坏和平的言论, 均可以自由地发表。 后来言论自由的法律又就是扩张, 让恼人的、有争议的、古怪的、异端的、不受欢迎的和挑衅的言论, 都受到言论自由保护。 只要这些言论不会引发暴力。 最有名的事件应该是在1855年, 一个法令通过了一个叫做Sunday Trading Bill, 它禁止在周日做买卖。 但是因为很多的劳工阶级只有周日放假, 就是所以他们在Hyde Park就是开始群众抗议这样。 这个就是Hyde Park, 为什么书上面讲Hyde Park。 还有一个, 然后还有这个字Mulke Ranking Mulke Ranking Newspaper就是挖丑闻的报章杂志, 就像一桌刊或是苹果日报的那种。 所以这里说, 这里的意思是说, 这些先知们所发表的言论, 让那一些言论馆广场演说的人, 或是挖丑闻的报章杂志, 一笔之下都要感到受愧。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 竹安你说。 没有, 我只想到那个, 我看这本书上面那个, 那个, 那个, 啊, Houston Smith, 他是, 最早是在这本书是在1985年, 写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Social Media, 不像现在, 就Freedom Speech, 是这种, 风, 哈哈哈, 现在那个Freedom Speech的讨论非常的激烈, 就是因为Twitter, 被Elon Musk买去嘛。 对。 啊, 主管你, 旁边有,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海德公园的这个, 大概, 已经是小屋见大屋了。 对, 他是始祖, 我也不能说始祖, 反正就是也是一个, 还蛮有名的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原论自己的广场。 对。 对。 同学们对我们今天读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我, 我, 我其实, 整章, 这个犹太教, 这一整章, 我, 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看不懂这个chapter, 然后所以说, 看不懂当然也没感觉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这次, 这次再重新的来读, 而且是比较仔细的在读, 因为要被课嘛,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句子都要, 因为仔细的思考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才比较了解说, 哦,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 它后来在想这个, 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说, 原来历史的意义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想过。 就是, 而且我觉得我们, 东方人可能对我们, 就是, 这种, 就是以前, 大家的, 譬如说信仰啊, 比较是属于那种佛教的信仰, 比较有这种宿命的感觉。 就是认为说, 很多的时候, 就是, 人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没有办法改这样。 所以说, 比较为你来顺受吧, 比较为你来顺受吧。 那是相对之上, 因为我们读到说, 为什么? 因为, 犹太教他们会觉得是说, 这个, 人有很多不完美, 没有错, 他们也承认这样子, 但神是完美的, 那神跟人是分开的, 所以说呢, 我们人的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不完美, 我们不需要take it as it is, 我们是可以make changes, 我们是可以mak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所以说, 就是推动这个一些, 这个社会的改革, 有这样子的一层意义的。 所以我看到, 才觉得恍然大悟, 这样子就是, 我这一次的感受, 其实还蛮深的。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问你说。 我觉得刚刚有好几段我没有听到, 因为我有点紧急的电话要接, 不过我感觉那个犹太教跟佛教, 其实还蛮多地方很接近这样子。 刚刚有讲到那个Mr. Mark, Mr. Mark, 那个让我想到佛教里面其实有讲到, 说是, 因为他说他这个, 对不起啊, 他说那个这个sin这个字根是从, 好像不要哪里, 就是Mr. Mark那边出来的。 佛教里面有讲到, 讲到我们人的, 我不记得是不是讲到本性, 不过我记得有位师傅讲过, 就是说你只要一说他, 一说急不中, 你就miss the point这样。 这个有点像, 比方说能够用言语讲到, 那你就没有讲到他, 你就讲不到他的重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可以用话讲的时候, 那已经包含你自己的意识在里面了, 而这个应该是没有意识心态在里面的, 就好像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是黄色的, 那你一听黄色, 你的脑子里马上就有一个黄色, 那我脑子里也有一个黄色, 可是我们两个的黄色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他, 只能够你亲身去体会或经验, 我想他这个性应该是有那种意义在里面这样, 不就要有这样的讲法。 好,谢谢。 谢谢Wendy。 主管你说。 哦,对,就是说, 说人的, 人由人的思想产生出来的言语, 就是刚才Wendy讲的就是, 含有自我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是, 所以就是说大家的理解有的时候会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人的文字语言的限制, 这是佛教是这样,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 那我刚才只是想到前面好像有讲到印度, 好像不太重视历史, 但是因为他讲的是犹太教的历史观嘛, 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蛮有趣的, 因为这也是一般, 或者至少是也是我的印象, 一般人的印象, 就是说觉得印度人对于历史不那么重视, 那我不太清楚, 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不断的在重复, 所以你重不重视它, 反正就是, 就有点像宿命论那样子的说法, 就是说好比说, 所以因此也许觉得历史也没有什么值得借近的地方。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有点显示在早期的佛教发展史里面, 对于日期的记载, 当然也许2500年前没有这么有系统的去记录这些事情, 不过就是说好像, 印度的历史在世界史上面好像就是说感觉上比较, 怎么讲的那个确定性啊, 不像准确度啊, 比如说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好像, 因此我不太清楚是不是造成, 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印度对于历史重视的程度, 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说, 好像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关联性在里面。 你说日期的记载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对。 对。 不过我想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就是读Hinduism那个chapter的时候就有在看到说, 印度教他看待这个人类的历史呢, 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宏观的视角在看这个人类的历史的, 而且不是这种几千年, 可能就是说, 因为就是印度教有这个轮回的观念嘛, 然后而且就是说, 我记得他有在讲说, 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 还有之上跟之下都有上千上万的不同的世界, 然后就是不同的宇宙, 那所以说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灵魂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这个生活, 但是可能下一生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说呢, 如果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视角去看的话呢, 就是可能说是这个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那所以说在印度教的观点来看, 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循环, 然后周期这样子的, 那我就会想到那个, 就是说那一个那种一句话, 就是说,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然后见山又是山, 是不是有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 刚开始可能我们不了解历史是什么时候, 就是搞不清楚干嘛要念历史, 我就管好我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我现在的生活一大堆的问题, 我都要去解决, 我还管历史干什么, 这个就是见山不是山的这种想法。 但是读了这个犹太教的历史, 就会发现到说, 我们只管自己的人生好像不够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被这种大洪流拖着走这样子, 其实还是需要关心这些这个大环境啊, 这个社会啊,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需要站出来, 就是说即使不是站出来, 就是说当别人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支持这样子, 这个是历史, 对犹太人的重要性的一个重点这样子, 那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建山, 建山是山, 现在不是山, 然后建山就是第二个阶段这样子的,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那印度教的这种视野呢, 如果是说, 你知道, 我们不是在讲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时代, 或者是世界末日了, 我们真的, 我们的人类的civilization可能就会, 这个原子弹就开始打了之后, 大家都灭亡了, 然后呢, 就是再开始另外一个, 在不同的世界, 或者说可能几百年之后, 再开始有, 就有人类, 也不一定, 不知道, 但是, 所以说如果是那样子的角度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一而再再三的这样子一直周期循环, 那个就是印度教的这种视角, 那就是, 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那个第二个同学们会不会有没有同感? 好, 主, 主, 不太清楚, 后面会不会提到, 嗯, 犹太教的, 就或者说是跟基督教有关的这个, 我們一般, 一般把佛教轮回的这个观念是, 所谓的三世, 就是, 前世, 现世跟后世, 这三世, 当然, 基本上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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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穷无尽的哈, 因为总是有, 有前, 现在跟后面的这个关联, 那一般的,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 呃, 基督教啊, 就是, 应该, 应该包括犹太教吧, 那是所谓的二世, 就是, 只有现在这一世跟, 之后啊, 那个, 呃, 上帝的审判之后, 进入到地狱或者是天堂啊, 就是, 二, 二世关, 三世关, 二世关, 那一般讲的一世关的话, 基本上就断念论, 就是说他只承认这一世, 之后死了, 这什么什么也都没有了, 所以我不太清楚, 后面会不会提到, 因为这个轮回观, 我觉得是在宗教的那个发展史上面, 是蛮有, 蛮有趣的一个, 因为, 还是, 还是在, 啊, 处理这个, 人, 人终极的问题嘛, 好, 就死了之后是, 是一个怎么回事, 我不太清楚, Helen 是不是, 后面会提到她这样子的观点吗, 就是, 我还没有去, 就是看到那么远, 所以说, 虽然说以前有看过这本整本书, 但是很多细节都忘光了, 我相信是有, 但是, 在哪里我, 我不是很清楚, Okay, 好, 谢谢, 嗯, 对, 你说, 这个轮回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宗教上的一个题目, 但是西方的宗教, 我看, 似乎也没有很, 对这个题目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怎么讲, 一个说法, 基本上就是等待死后审判嘛, 对, 那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这个题目, 就, 据我现在知道, 就是, 似乎是回教也是这样, 就是人死了之后, 就是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 但是那个最后的审判要是, 是在世界的毁灭之后, 所有的人都死后在发生, 所以这个在, 觉得是蛮奇特的一个说法, 在这一点上就不像这个, 佛教事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说法, 对, 但是我在, 在广论班的时候也有碰到同修啊, 他是信基督教的, 他就跟我们念广论, 就是念完了这个, 下世道之后, 他就觉得可以啊, 已经回答了他有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没有再继续想, 然后又回去他的基督教回去, 所以他是基督教徒, 然后他采用了这个, 这个广论里面交道有关这个什么三恶驱苦啊, 这些这样一个轮回的说法, 搞清楚啊, 他就觉得很满意, 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去的经验, 嗯, 好, 谢谢, 谢谢这一个分享, 嗯, 没有其他东西要分享, 或许有没有, Helen, 我有个问题, 不好意思, 就是刚刚那个最后那一段那里, 她说, 会让在海德公园发表言论自由, 跟那些挖小报的那个苹果日报的人感到, 那个汉言, 所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 嗯, 到底知不支持那个言论自由, 还是, 是啊, 就是说, 因为他在讲说, 先知他们就是完全的不怕, 就是即使这种就是, 既得利益者他们威胁到, 先知的生命, 他们还是要把就是神, 要, 神的旨意要宣告出来, 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勇气, 是这些, 这些海德公园的这些人, 是比不上的这样, OK, OK, 你是说他们的那种行为, 跟信心要比, 后面这两个还要再更强, Stronger, 是, 他在讲他们的conviction, 就是说, The conviction that things were not as they should be, 就是说, 需要改革, 需要, 需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这些先知, 就勇敢地把它讲出来, 这样子, 嗯, 因为我前两天, 那个有人来按门里, 就是他们的宣教士, 基督教的宣教士, 我不晓得跟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关系, 我已经来敲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 我已经跟他说了说, 哦, 我是这个佛教徒, 可是他还是持续地敲门, 说要把神的旨意带, 他从中获得的happiness, 还是什么, 说实在是太好了, 一定要宣告给我, 我不晓得这个, 弃而不舍的精神, 是不是跟这个有一点关系, 不知道说他宣告的是, 就是基督教他们那个, 对,对,对,我知道, 也有那个, 因为有教派是这个Evangelist, 是传福音教嘛, 那传福音教的话, 他们就, 就需要去传福音, 这个是他们, 他们的讲讲, 他们这个教会要信, 对,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这种弃而不舍, 我都已经跟他表明, 我是别的教, 宗教的, 他们还是这样, 一定要跟你分享, 这个神有多好多好, 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跟, 今天这个这一段落, 是不是有一点, 后来他们的十字军东征, 是不是也有一些, I don't know, 对, 就是说, 这个就是, 如果是, 就是, 如果这个信徒他觉得, 他做的事情是, 神叫他去做的, 那, 那的确这个conviction, 就是非常的strong, 那, 到底是不是神叫他去做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有可能是他自己想的, 他自己想去做, 然后就是把他灌神的名字, OK好 谢谢那我在查上面那个 The Prophets of Judah 那个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典故的 故事在里头 什么War Reforming Political Force 这个Prophets of Judah 基本上就是旧约上面 讲的这些故事的主角 包括像Evraim Moses Noah 这个Judah不是就是 出卖那个耶稣的 是那位 不是 对他的名字也叫Judah 但是他这里在讲说 就是犹太的先知 就是犹太教的先知 所以是不同的人 对不是指那一个人 OKOK 好 好谢谢 好 这个Hyper是一个典故的 以前我们有念过吗 在我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面 Hyper是以前的人 很早期很早期 就开始就发表言论 就把一个木盒子 就放在Hyper的中间叫 引起大家的注意来听他的演说 记得吗 所以它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要宣传什么 他们就放一个木盒子 然后就站在上面 然后就大大的宣传 这样子 好以上 谢谢 刚才是竹安是要讲 谢谢 没有我只是 今天也也学到了 就是说那个 犹太人是在 Hyper之后 才变成 选上帝的选民 这个 当然在那个之前 就是说 有很腐败的 或堕落的这个现象 那我觉得这个倒蛮有趣的一个 就是说 说明就是说 犹太人他改头换面吧 就回归到 到上帝的这个 造人类的这个 这个原始的初衷 还是怎么样 大概是不是 这个是今天 是不是我的理解 对吗 就是说 对 就是Abraham becomes the first Hebrew the first of chosen people 是他从他开始的 对 这个 因为我也不是基督教的 所以我不知道 好像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 对 他们认 他们认Abraham为祖先 但是我就觉得奇怪 那真正的祖先不是亚当夏娃吗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们要跟这个 曾经堕落的犹太人切割吧 OK 也有可能 就是 还是说 是可以这样子讲 是说 他们的观点 亚当夏娃是全人类的 祖先 那 那之后就有很多的 就是 不同的人民 就是做不同的事情 这样子 那所以说 对他们来讲 他们认为对阿braham为祖先 有可能可以这样子再理解 是 所以这边 讲到那个宿命论 跟犹太人 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历史重要的 这个部分 就是 希望同学们可以清楚一点 这样子 我也是觉得是说 这个 这个观点 很interesting 我觉得现在特别 特别的 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感觉上 是在一个历史的节骨眼 就是 社会 很多的部分都 感觉在 非常的动荡 动荡不安 然后 如果 人们就是还是 就是宿命论的话呢 我觉得会 会有很不好的结果 这样子的 那所以说 当我读到 说我犹太人他是这样子来 来觉得是说 这个 what ought to be 就是说 我们应该朝着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方向来去做 而不是就是接受现状 然后呢 都不去想 也不去 关心 我觉得在 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 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念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就很感到 那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下个礼拜 这个大家过感恩节的时候 大家有个愉快的感恩假期 那我们就放假一周 然后在12月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上课 好 那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 这个 大家驾行愉快 拜拜 谢谢哈伦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同学 祝大家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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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